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念,全球首秀就位,迎着光,舞台上的他熠熠闪光 2021年12月31日晚10点44分 王一博于30日发行的新歌,念,终于迎来了全球首秀的舞台 早在下午流传出来的彩牌图照中 网友们就已经能感受到王一博彩牌时的轻松了 对于这首歌,这个舞台,它是相当有自信的了 每一次新歌,都伴有一个风神的舞台 无论是舞感,还是我的世界首则 于是,对于念,舞台首秀 网友们的期待值那时拉得更高了 果不其然,当念的前奏刚响起时 整个舞台都是以王一博为核心的 在点点星光中,只有王一博在最中间 缓缓唱出一颗流行奔向天空尽头 伴随着歌声不断地畅响 身旁的星光也是不断地闪耀着 偶尔划过的流星也在给整个舞台增添一抹光色 当整个舞台渐渐变得明亮 一旁的棒舞们不断地动作 就仿佛要将一博扯到他们所在的地方 却又仿佛是随着一博所有的举措而动作 以他的内心思想为准 Stand Up一定是这整首歌中最能展示其中思想内涵的词语了 当一博畅想的时候 所有的棒舞都停止了举措 独独一博握紧拳头 做出振奋人心的手势 后面的棒舞都没有了凌乱的手势 皆是举手投足间充满了规矩与威严 这首歌的舞台不似无感的辟逆天下语 我的世界手则的铿锵 念则是充满了向上的力量 整首歌充满了激昂的鼓声 在一声声中逐渐发现了内心的光 并且为之拼搏 为之奋斗 如果说无感 是王一博回击给黑粉的感悟 告诉粉丝们对于那一切都保持无感 而我的世界手则 是王一博宣告自己的人生态度 表达自己永不退让 那满面 就是他在给予大家希望 将光的希望带给大家 无论经历怎样的挫折与不堪 终会迎来曙光 这一场舞台 王一博没有展示出他作为舞者的娇媚 四 散落的华服一样 荷尔蒙爆出 却是如同演唱一首红歌一样 昂首挺立 以舞蹈传递歌声 王一博一路走来 跌跌撞撞 每一步都不容易 但他心中存光 奋力拼搏 一年又一年 从只能跟其他艺人的大拼盘 到如今每年跨年的一年一次舞台 他走得很稳 而这场舞台 王一博不但唱出了光的感觉 他自己也仿佛化身成为光 而他本人亦是很多粉丝心中的光 又是一次神级舞台的诞生 每一次站上舞台上的王一博 都能带给观众们与众不同的体验 在舞台上他 是闪闪发光 不需要使用形容词的王一博呀 王一博的声线辨识度很高 独一无二 无法用言语形容 用心灵在唱歌 用歌声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 都说最怕rapper唱情歌 其实 当他唱慢歌的时候 那种与众不同又何尝没有呢 一年一度的念舞台已经开始 相信下一场舞台 王一博将会给我们带来全新不同的体验了 到那时 将会是2022年 祝愿王一博在新的一年中 扬帆起航 迈向更远的旅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